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37集 长公主召唤 徐青海心里想着 我怎么感觉自己成了工具人呢 六号的身份以及现状 是我刚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传出去的话 身份暴露的风险很大 我得打一个时间差 除非天地会成员们都知道六号的跟角 徐青海拿出地书碎片输入消息 你们知道六号的身份吗 我指的是 佛门弟子这个信息之外 不知道 六号自称是云游的佛门弟子 打算在京城长住一段时间 哦 六号在冒充外地人呢 这和尚的脑子比鲁志深要强一些 徐青海心里有数了 输入信息 这件事你们不用管 我会与金莲道长接洽 关于六号的情况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道长 你今晚能否来一趟我的住处 我有事与你相商 看到三号这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 天地会众人心里同时凌然 有种盲刺在背的感觉 二号忌惯地想着 三号竟然摸清了六号的根脚 听话中之意 似乎对他的近况 也有一定的掌握 他们明明只有过短暂的交汇 哼 果然 白鹿书院的读书人 能力都很强 三号有点意思 他入会最晚 但展现出来的手腕 能力以及敏锐 让人择舍 期待将来回京城时 与他见面 到时候 好好领教一番 四号由衷地欣赏 那里千万别猜我的身份呀 不然我会生气的 五号呢 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三号 关于桑泊案 你手里是否有更准确的消息 这几天没有关注桑泊案 一号见状 潜水去了 与金莲道长约定好见面时间 许清安离开偏厅 静直去了好奇楼 求见魏渊 通透敞亮的茶室里 魏渊独自一人坐在案前 下棋 左手对右手 像是在演一幕寂寞的独角戏 魏渊投眼眉台笑着说道 下了半辈子的棋 最开始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到后来 渐入佳境 打败一位为国首 不知不觉 已经找不到敌人了 你上次跟监政下棋 不就打了个平手啊 许清安在心里吐槽 但棋盘外的敌人 却多得让人头疼 魏渊放下棋子捏了捏眉心 哎 何事 卑职要向魏公汇报案件的进展 昨日凌晨 太康县的赵县令 在下狱当晚遭了灭口 此事府衙暂时密而不宣 赵县令死状甚是古怪 没有中毒 没有伤口 死得自然而然 委员表情疏得顿住 几秒后 目光闪烁了一下 你有什么看法 卑职查阅资料 发现能做到这件事的 除了盗门阴神 再就是东北的乌神教 桑坡案涉及到了妖族 东北乌神教 卑职绞尽脑汁 左思右想 朝中除了那位 还有谁能同时勾结这两大势力 碰了一声 委员首长按在棋盘上 满盘棋子震颤 他目光锐利的盯着许秦安 出了这里 这些话不得于任何人说 徐秦安连忙低头 解释道 可 可被纸 难以再查下去了 委员冷冷地说道 退下去 是 徐秦安退出查室 听着脚步声在渐渐远去 委员有条不紊地收拢棋子 清洗茶盘 换了一身轻衣 走到楼梯口 吩咐当职的丽员 准备马车 本座要进宫 是 徐秦安只恨手头没有烟 思考的时候只能干巴巴地坐着 他听着吕清和三位银罗交流的案情 自己魂飞天外 准备往远在边塞 我不可能跑边塞去查 再说也不敢查 除非陛下亲自移到圣旨 否则单凭一块金牌 查不到那尊大神 身在边塞 倒是给自己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但是 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的 只要做了 就会留下线索 关键在于我能不能抓住这些线索 镇北王不在京城 但是他需要一个代言人 那位代言人必定是朝中的某一位 镇北王这条线索暂时查不了 因为魏渊不肯帮他 如果魏渊能请到圣旨 那一切都没有问题 好在 狡猾的兔子不止一个我 聪明人也不会只有一条道 今日的青龙寺之行没有白费 青龙寺的横汇和尚是一个突破口 而想顺着这个突破口往下查 就得想办法找到六号 这就是许清安 为什么要约金莲道长夜会的原因 嘟嘟嘟的 敲门声打断了吕青和三位银罗的讨论 让他们不由皱紧了眉头 看向门外 沉默寡言的朱广孝站在门边 宁言 长公主有请 吕青等人扭头看向许清安 啊 怀庆找我干什么呀 想我了 嘿嘿呀 昨天不才刚见过面吗 看来是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啊 许清安脑海里浮现 容貌绝美的清冷公主 以及他可以放在桌暗的围暗胸怀 明明外表清冷如仙子 身材却像极了勾人的魔女 宇花园 梁亭四角垂下遮挡寒风的围满 炭火炙口中带来暖人的热气 一身道袍的远景帝 和一席轻衣的魏冤在下棋 他们一个是皇帝 却鲜少穿龙袍 一个是监察百官的权臣 却总是一席轻衣 相比两个特立独行的老家伙 青年的太子殿下就穿着一丝不苟 恭恭敬敬的站在远景帝的身边 昨日国师列了一楼金单 朕回头派人送你一课 远景帝捏着棋子 看了半天 耍赖似的捡走三粒黑子 一枚金单换三枚棋子 不过分吧 魏冤 魏冤汗手 不过分 又走了几步棋 魏冤笑着捡走远景帝的六枚白子 陛下阵营有点乱 臣替你清理一番 远景帝面无表情 这些年来 这乙重的还是你魏冤呢 常常会想 如果你当年没有进宫 而是走科举正途 帝国就多了一位冯补将 这也不必为这些 机灵狗碎的事情伤谁啊 魏冤表情输得断住 又在瞬间恢复如常 臣现在不一样 才给陛下做事吗 太子殿下眉头紧皱 盯着棋盘沉吟不语 并不是父皇与魏公的棋盘 拼杀有多么精彩激烈 而是在咀嚼两人之间的对话 有一种物理看花似懂非懂的感觉 坐在亭子里的这两人 一个潜心修到二十年 依旧能牢牢的掌控朝局 帝王心属如火纯青 一个以宦官之身 执掌打耕人衙门 文桃武略 让无数读书人汗颜 他们之间的对话 一定要品细品 太子浮想连篇之际 又听远景帝说道 桑普案查得怎么样了 府衙和刑部递交的卷宗 一塌糊涂 真记得 打耕人衙门的主办官 是那个罪犯铜锣 请许对吧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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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